也把这些非盈利组织的人民团体 包括高老人会或者是一些人民团体都盘瓜进来 就是让业者愿意以这个优惠的价格来跟一般人民团体来接洽 那当然人民团体的部分 有人民团体他们自己负担这些费用 我们现在手上也有好几个人民团体 他们就自己来跟我们来采用这个优惠的方案 我们也询问那你们请从哪里 我们很简单 我们几十个人 一个人一个月一百块就够了 所以各个人民团体 各个组织 它的态度不一样 那我们还是重申 县政府的立场 就是让希望我们的社区减轻他们的负担 那么希望我们的长者 在这一块能够非常安心 大方的使用这个歌唱